关于我花1900块钱买了一件粉色的连裙 被评论区500多个粉丝朋友吐槽说丑这件事情 你们怎么看 我也想看一下你穿 你也想看一下我穿 这竟然是突分色 还不是时评当中哪路分 然后大家都说 你告诉我这件衣服哪值1900块钱了 你告诉我它是版型好看还是面量好 它哪值 原来1900的衣服也有线头 昨天还有粉丝问我说 莫莫你觉得你在实体这买的衣服 质量咋样 上面有线头没 有没有 有这波 我上来就看见线头了 大家都让我退了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觉得我已经拿回来了 也不太好意思去退了 就这样将就着穿吧 那你再穿一下看看 你确定 我没见过你穿上啥样 穿一下看看 别吐槽啊 我只能说轻点喷一会儿啊 我去试一下 好了没有 出来吧 好了 搞了跟刚结婚的小媳妇一样 亏点叫我看看 你看她那个样子吧 叫我看看 包的跟木乃伊一样 办公室可乐 这不挺好看的吗 别说这么假好吗 真的挺好看的呀 可像就是那种走红毯的那种明星 明星 女明星 千万别这么说 会被骚喷的 我的烈焰红唇 不要动我的烈焰红唇 真是 真的很好看啊 昨天评论区已经有500多个朋友喷我 然后他们说我像朝鲜大妈 还可以吧 我看看镜头里 其实现实中挺好看的 可能是镜头的问题 就那种氛围感拉满的那种 当然也没有那么夸张吧 就是嫩看 她说了这么多 然后总结出来了两句 嫩看 能看 就是 还可以 拿回去放你衣柜里 你穿不穿 穿的机会可能没有 那你咋不去退一个 或者换一个 我们俩对比了一下 好像整个店里面 只有这一件 好像还是 会适合我一点 七色的款 都不怎么适合啊 如果不适合你的话 适合我不适合 要不你给这衣服给我 我哪里换得适合我 你穿一下可以啊 昨天评论区有很多朋友说 那套卡七色的 比较适合我啊 但其实那套卡七色的 它下面那个裤子像没缝住一样 它那个裙子是前后开叉的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它如果是前面开叉 或者后面开叉 我就觉得很正常 但它是前后开叉 你就穿得像穿了一个开单裤一样 就这样走着 然后两边全部都是 感觉还没有安全感 又不正常那个裙子 反正奇奇怪怪的 算了 我偷让你试一下啊 我不是 来吧 你给我储償费吗 快点 搞定了吗 你倒是出来呀 出来出来出来快 我感觉我穿上好丑啊 怎么办 还好 像个什么 像个浮娃娃 我改了这样两碗的时候 就变成年换娃娃了 不是呀 这个衣服就属于那种 我穿上挺有安全感的 为啥 因为它连我的脚脖都盖住了 所以我穿上真的超有安全感 这要是一个绿色的 就是一条大海带了 这有点像海带 有点像裙带菜这个衣服 你咋想的 我想采访一下 你为什么要买这个衣服 说 真的搞不懂 你不觉得很好看吗 你穿上挺好看的 因为丢人就丢给你就行了 我穿上不好看 我是不穿 这个腰部 我给你穿一个腰带 应该还可以的吧 就是这样 是吧 腰部系个腰带 就是腰线出来的话 还是可以的 其实还挺好干的 人间富贵花 像个富婆 妥妥的富婆 那一千九能不富婆 我要被 我要被大家快吐吐死了 这个衣服 除非你说 这个衣服送给我了 然后我拿去换个别的款 你可以吧 你明天拿着 我把吊牌都给你 我不要 送给你了